西貢豪宅一對67歲的夫婦 被三個入屋行劫的刀匪佬走 警方反轉西貢手部 先在青水灣道坑口迴旋處 截停護主的座駕 拘捕其中一個當時在車上的兒匪 她是一個非法入境者 警方救出女護主 之後再在阿公灣路找回男護主 夫婦二人都沒有受傷 另外兩個兒匪仍然在逃 據警方初步調查 原來女事主在被發現之前 曾經被疑匪協遲到將軍澳東港城 從銀行跪員機提取2萬元 載到附近兩間金舖 購買大約值26萬的金色 御劫事主的豪宅 是銀台路碧桃花園一間獨立洋房 警方徹夜搜捕另外兩個在逃疑匪 飛行服務隊直升機也到場協助搜捕 事快星期六晚上7時多 三個粗內地口音的男人入屋行劫 他們在廁所一個沒有山的窗裏面 就入了這間屋裏面 跟著就協持了事主 兩夫婦和菲傭 他們當時就是帶有頭套 還有手持牛肉刀 在屋裏面進行搜捕之後 就是拿走了一些現金和一些壽式 這個價錢還在點算中的 那麼在搜捕完之後 這個三名責人就協持了事主兩夫婦 就是坐事主 男事主的私家車就離開了現場 在離開之前 他們也在廁所上把菲傭 對著毛巾綁住了 菲傭之後掙扎自行鬆綁報警 並且趕出護主座駕的車牌 ON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